受高压回流影响 16号全台湾各地晴朗 花东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雨 整体好天气会一路持续到星期六 不过到了星期天 会有一波冷空气抵达台湾 东半部地区会转为湿冷有雨的形态 提醒民众 虽然白天温暖 不过日夜温差大 还是要增减一物 受到高压回流影响 16日全台各地晴朗 花东有零星短暂雨的发生 好天气将一路持续到周六 大致白天温暖 朝晚凉 但日夜温差大 建议民众适时增添衣物 攜带雨具 基本上在20号 21号清晨以前 基本上在花林一个地方 大概都是一个晴朗 比较晴朗稳定的天气 不过局部地方 可能受到淫风面的关系 可能有些地形雨 或是短暂雨的一个情形 但是雨量都不是很大 范围也不是很大 然后到21号清晨 大概就整个东北风下来 温度会开始下降 然后花林这边风势会比较强 然后开始降雨的比较明显 然后持续到22号一个情形 所以大概未来一周 大概影响比较大的就是21、22 这样前浪温暖的好天气 会维持到周六 下一波冷空气 预计在周日清晨报道 迎风面的北台湾 将转为湿冷的天气形态 周日白天高温明显下降 越晚越冷 提醒民众持续留意温差变化 接着蒋方言华联士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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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